之後我們去翠竹花園 好 現在我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翠竹花園 就是在黃大仙那裡乘巴士過來的 然後就去到一個荒廢了的村 我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都挺宏偉 好 看看對面 這裡很明顯有一堂樓梯 然後上去就會看到有大石 還有很多樹根 不妨走進去看一看 我覺得這裡有點像沙基灣外秩序灣的位置 都是一層層的石級 但其實是超近民居的 走到這裡 會看到有些平台 這裡有一個平台 這裡有一個平台 很明顯這裡有一戶 另外還有可以再上去的 然後就可以走過去前面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屋苑 應該是有一個密封袋在前面 我會看到有很多紅磚 還有進來這些位置一定要噴蚊泡水 我噴到全身都是 放心 這些蚊泡水自己做的 這裡還有得再上 然後就看到這一棵很王位的樹 所以可以看到這裡全部都是一個古村 看來的 這個厚山相當舒服 而且他們屋苑也有個集 給他們拍卡進來厚山 而且我覺得很多村民都會來 看看這個位置可以拍卡 直接過到這裡 然後這裡就已經是以前的村子的範圍 看到一些圍色 第一 有樓梯 然後這個位置 有階磚 翠綠色的階磚 上面還有一個平台位 應該前面有樓梯 所以我們走上去看看 這裡的原路也有樓梯 這裡這樣上 咦 又或者 前面的鐵絲網 應該也能進去 這個位置 我們先進去大樓 有一個 小的廟 以前村口也會有 那些 你好呀 然後 上面有一些平台 我先裝支香 來這邊我會帶香 因為回到以前的村落 可能會有神明、守護靈 去看著這條村 所以還是做好準備 說一句吧 我是來拍攝歷史以前的人村落的生活 不是來打擾大家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有時候來拍攝 其實你不說清楚 人家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對不對 其實我也很辛苦 就算說了 他們也未必喜歡 所以先打招呼 好 我們就可以 繼續到處探索了 好 Let's go 可以看到這裡還有樓梯給照片 然後這裡像是以前人家的廚房 這個位置 然後就 哇 這個 有很大塊石掉下來 幸好有個伯伯陪著我 我也沒那麼害怕 畢竟是一個人 這裡有一條樓梯 這裡還有一個布 熟了熟了 我應該是擺東西的地方 那張椅子 煲 這條村都很大 對 上去看一看 今天我有備而來 我是穿行山蟹的 所以路況不明朗也可以 OK 這裡就是最上了 上面就沒有平台位 這裡又有一條樓梯 我們又上去看看 有你在這裡真的安心很多 這裡上不到吧 那我上去拍一點就走了 好 既然這裡沒有路 就拍一拍就算了 這裡還有照片 但是上面已經是斜坡了 所以我猜以前的樓來到這裡就停了 上面還有些桶 好 所以如果在這裡看 好像是有三層 下到下面就走 幸好有八百倍 但是這塊石 不知道在哪裡滑下來 好像有點危險 好 看看前面還有沒有 以前穿下的氣色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拜拜 好 由於要下去的關係要看路 所以我先關機了 拜拜 好 看到我後面也有些街坊 就是逛逛山 吹逛水 大家互相都認識的 大家看到我就會說 其實你想去哪裡 有什麼幫到你 因為剛才我不是說 他們有些鐵匙可以拍卡直接上來 我看著鐵匙 然後有個街坊就問我 你想拍卡嗎 就在這裡叫下去給我聽 就說你後面有兩個人來 你問一下他拍不拍卡給你過來 然後有個阿婆真的經過 然後說我打算上來散步 就拍卡給我 所以真的很方便 如果說這條村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入口 我剛才也入過一下 前面配水庫也有一個位置 但是真的雜草比較多 所以我就留下一次 就算有現代的屋邨 想不到的是 另外一面還有一些以前遺留下來 住人的一些氣息 所以我覺得是 絕對值得走來看看 好 那我們就看完馬仔坑廢村 其實它復原很大 然後這條路下 我們就去到獅子山公園 我們看看現在幾點 現在是3點52分 看看能不能說鐵匙上獅子山 但是今天我看天 可以看看天 就是比較多雲 未必看到日落 都想走一走 反正走開這條 看看我 夠不夠腳骨力走到上去 如果不夠 這條片就在這裡完 如果夠的話 應該後面還有東西看 一會兒見 Bye